已经土地宫文明全台的四姐福德庙 有一场特别的母亲节活动 庙方为了感谢志工妈妈与送金班成员 在冬春化妆品的支持下 以保养品当作礼物 并安排敷面膜体验 有不少阿嬷都是第一次敷面膜 感觉还有点新鲜 四姐福德庙有一群志工妈妈 跟送金班长期为土地宫付出 所以在今年的母亲节前夕 庙方特别筹划了一场特别的感恩活动 不仅送保养品当成母亲节礼物 现场也安排了碗面跟敷面膜的体验 其中不少志工阿嬷都是第一次敷面膜 觉得很新奇 直说这是他们收购最特别的母亲节礼物 面膜 面膜不得很凉 烤了一次过的 这么凉 比较漂亮吗 比较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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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面膜不得你有教育吗 好啦 好啦 有啊 老婆要每天都过 哈哈哈 你老妖怪咧 哈哈哈 阿嬷她要每天都过好吗 好啊 哈哈哈哈 变事喔变事无用都没地乎啦 今天兼这机会兼我来乎这个要买 看我有派佩夫会越来越漂亮 哈哈哈 越来越年轻 最好的最特别的礼物 就是母亲节 那几年来我跟她一回收就送 特别的母亲节礼物 对 总干事陈荣凯表示 东春化妆品生根在地多年 肯定庙方的感恩活动很有意义 所以特别提供了面膜面霜等保养品 要送给志工妈妈 也成为庙宇跟在地合作的良好模式 每一年就是我们平时都有一些志工妈妈 白金的和这个上京的 翁年我们就是送给的 所以说康乃鑫和蛋糕啦 今年我去找就像社区里面有一个 东春化学公司 一些化妆品公司 我跟老板说 这些辛苦的妈妈 都在庙宇做志工 是不是你可以 他们不提供这个负面 你来赞助 他非常乐意 所以说他赞助30分 每一人 等于说在这里来给他体验一下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金珠松 还有一个洗面乳 让他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祝他们母亲节 等于说健康美丽 年轻快乐 除了敷面膜以外 庙方也请来晚面师傅 示范古早味的护脸活动 古今对照相当有趣 而主委也送蛋糕跟康乃鑫 感谢这群伟大的志工妈妈 祝他们永远健康漂亮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波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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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